接下来这一节是全球演 正值美国对委内瑞拉收紧制裁之际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委内瑞拉空军在当地时间的8号晚上 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美国飞机 委内瑞拉武装部队战略作战司令部周三确认 该国军机用导弹击落了一架正在侵犯 委内瑞拉领空的飞机 随后 委军方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公开照片显示 现场大火烧成一团 北极落的飞机已经面目全非 委义上则可以清晰地看到 该机的注册编码为N339AV 为了便于分辨 每个国家的飞机都拥有自身的注册编码 首字母N代表美国 好 相关的话题呢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索副所长 孙元峰先生 孙元你好 我们知道2013年 伪总统马杜罗曾经签署法律 禁止任何属于贩毒集团的飞机 飞法飞越回领空 那么飞机的飞行路线 确实也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运毒的特征 那么根据您了解的相关的情况 您觉得这个飞机的意图是运毒吗 您赞同这个说法吗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的确是很大可能是运毒飞机 第一个是从它的这个尾部的编号来看 是一个美国的私人飞机不是一架军用飞机 第二这条路线也是拉美的或者叫美国的毒销 经常用于贩毒的常规路线 第三个更主要的是 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而委内拉哥伦比亚所在的这个安地斯地区 恰恰又是西班球最主要的毒品生产国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有着巨大的供求这种关系 所以从这种关系来看 尤其是从这架飞机的目前情况来讲 我觉得很大可能是运毒飞机 而且这几年我也查获了不少 就是从委内拉哥伦比亚向美国运毒品 利用的是飞机 这样可以逃避很多国家的监控 也省了很多过去用船或者用陆路运输的风险 所以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是 但是呢 委内拉军方又提出了一个怀疑的 他觉得这个飞机也许是民用的 但是它有军事的用途 那么当然我相信调查还在继续 如果调查出来的线索是一种用民用的飞机 但是在完成军事的任务的话 事情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对 的确现在有不少其他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可能是民用飞机 但是美国其实早就知道它的运行路线 只是用这种民用飞机来试探 维内拉的防空系统 但不管这些如何说法 但实际上反映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 实际上这几年美国对 尤其美国军方对维内拉的这种军事侦察 或者飞机的抵近侦察的频率非常高 而这几年我们看到在维内拉外海 加勒比海 包括在哥伦比亚的军事基地 包括在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某些岛国基地 经常会有包括P-8等这些侦察飞机抵近侦察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正是美国这种高强度的飞机的这种频繁的侦察 使维内拉对美国飞机产生了巨大的这种警惕性 所以对侵犯其领空的飞机 它采取毫不犹豫的强制措施 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头想 如果美国继续这种强大的 或者高频率的高强度的军事抵近侦察的话 那未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次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 也许是误会 也许是民用飞机 但是背后反映的就是维内拉和美国 在这个领域的领空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 好 谢谢孙先生的解读 谢谢